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網路上問到說 他有供控媽媽、祖先 媽媽及祖先 一代祖先的一個牌位 因為他現在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住的地方也是用住的 所以在沒有地方可以安裝一個神位 那有聽說我們說 辦安祖先的牌位 一定要有神明的牌位 陰陽才會協調 不然對身體、意識會不利 那問顧問有什麼樣代替的方法 來詢問顧問 那這個問題 顧問是這樣來回答他的 我們拜伴主安所謂的牌位 主先牌位陰、切法、陽 所以我們整個氣勢 在一個家裡面的氣勢都會很弱 陰可以知道看起來比較沒有生氣 那牌位你看到單調的一個顏色 又是冥懷死氣的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那個遺像 所以很多 鴻雪老師會告訴你 在客廳不要擺 構思的祖先 或者長輩的一種相片 因為你看到了 這種懷念心情做得比較低沉 比較低沉 所以要安神明 因為神明的牌位 他穿的衣服都會比較亮麗 帶來一個生氣 叫陽氣 所以建議人 用牌位一定要有神尊 那這樣沒有 那怎麼辦 其實每個人的運勢 要好好去努力 工作 那把自己的環境變好 那地環境 天然地的地影響蠻大 所以一定要努力 賺錢錢很重要 所以把自己的住家弄好 那為我們可以安裝 好好的安裝一個神尉 很隆重很漂亮 這樣我們帶來這種陽氣 氣勢會更好 那如果實在目前的運勢不是那麼好 還很年輕 那家裡下來財產也不是有的 一個房子怎麼樣 那我們有這個心 那遇到這種狀況怎麼辦呢 馬祖很慈悲 尤其我們北港朝天宮的馬祖 這很早很早以前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農曆時代大家都窮 那現在也沒有辦法去安裝一個神尊 那馬祖就有那個大湖 紅色的大湖 代表馬祖的神尊 你可以請一張回去貼 貼在旁邊 你只要到廟裡面去擲筊 用它的畫像來代替神尊 只要你的千尊 它還是紅色的紙 哇好大湖大紅 那陽氣就有了 陽氣就有了 就可以協調了 你可以就去選一個大湖來貼 這是畫像 畫像彩色的 那馬祖都穿的衣服都是亮麗的 紅黃色都是紫色的都非常亮麗 那彩色的把它貼在這邊 自然而然整個運勢就會好了 這次顧問的回答最簡單的方法 也馬祖本來很慈悲 你們貼一個大湖就好了 以上是我的回答 各位拜神是得喜的心 不是說恐慌 夜看 精神都沒有了 氣都沒有 所以神都有方法 只要你誠心的去詢問 廟裡面的一些胡亂人 人家給你建議 神不會讓我們花大錢 祂會從小白賠 照顧我們 讓我們經濟一來一好 可是我們都是從零開始的 祂不會一下子 就是我們心裡有個業 當我花大了 我有經濟的 我一定要恭敬神明 恭敬子仙 把祂的牌位 把祂的神州做得很好 當你心裡有這個念頭 神會助你 祖先會助你 以上是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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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